都是要經過專家小組會議的決定 剛剛記者朋友提到台南廠的案子 雖然相關的數據出來 但是他還沒有經過專家小組 這樣的一個明確的鑑定 所以可能是市主他有他個人的考量 所以他同意在2月10日就進行了 為什麼我們會說他是預防性的菩薩